咨询比如说像一些流行词 比如说像那个环保 还有可持续发展 比如说能够有一个包容性的经济 然后我每次的话都是讲一些大的词 然后他们说我是不是要换一些小的词来说 然后我后来讲说我就去工厂 让工厂的话能够变得更加清洁 然后他们就明白了 那如果说能够用词的话 能够讲的简单一点的话 但实际上的话对可持续发展的话也是一样 那昨天我们的这个讨论 我也看到很多来自这个中国和国际的一些嘉宾 那我们在这个和我们的客户交流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太复杂了 那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审计 我们在做报告 然后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个挑战就在面前 那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些挑战 那我们怎么共同的话 来帮助企业的话来解决这些挑战 那在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背景之下 那那我后面的这个讲者的话 也是会讲很多这方面的内容 那我的这个PPT的话我会讲说 怎么样让这些可持续发展呢 能够在供应链的话实际的发生 那首先的话我想讲一下在中国的这个 比如说有些不平衡 那我们可能更多呢 把我们的经济放在赚钱上面了 当然的话中国在在过去30年的话 在经济发展上面确实是做了很好的工作 但是呢 但是还是有些不平衡 那我们的话对于这个健康方面的话 也是有很多的问题 另外的话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那现在的话有的时候在中国的制造上的一个 最大的优势的话就是劳动力的价格比较低廉 但是这个情况的话已经是 已经是过去了 但是因为现在的话中国的这个劳动力成本也是在上升 那这对于中国的制造商的话 也是造成了很多的挑战 另外我们也看到 那我们看到中国的话也有一些相应的法规出来 比如说我们要劳动法 还有一些其他的法规出来 那而且的话他也讲到了这个CSR的问题 那我们另外的话我们CSR的标准是什么 那昨天的话杨先生他讲过 那我们需要的不是政策 这是我们这边所缺少的地方 那在这个工厂里面呢 那昨天Richard他也讲过 那我们在这个工厂里面呢 有的时候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审计 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在书面上 那有的时候如果说是结果不好的话 我们去再做一次检查 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做的有多好 我们只是想说 我们看到这些报告呢 他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清洁外面的空气 那我当然不是要抱怨这个审计的行业 但是呢我们要做一些转变 让这个我们这个合规的话 更多地变成一种承诺 那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些挑战 我们怎么样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在中国的工厂所看到的 有的时候的话 我们出现时间的短缺 劳动力的短缺 另外的话还要这个管理层的 这个管理技能的短缺 有些工厂呢 他们还是非常缺乏这个管理能力 怎么样 长远的来管理这些工厂 另外的话还有监管的压力 那我们和中国客户合作的时候的话 我想要说的是 不是说你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的话 就是要做出很高质量的产品 然后你现在说你要遵循这样的规则 那我们要想一想怎么样 让工厂的话来了解 怎么样让他们能够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 而且的话是符合我们这个可持续发展的 你可以跟他们讲说怎么样来生产出更好的产品 或者是更高的这个生产率 如果说更好的这个产品的话就是创新 那创新的话永远都适合可持续发展相关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 是这个生产率 那我们大部分做的呢 都是想要 能让工厂的话有所激励 然后来做这个可持续发展 比如说减少他们的这个员工的流失率 能够让他们看到 在财务上的话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实际的好处 那他们的话才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做 那我们在中国的话 现在也是处于这个转型的阶段 那现在的话 有因为多个原因的话 这个竞争的话也是非常的激烈 那现在的话在市场上的话 也有很多的一些竞争和压力 工厂呢需要找到一些办法来维持 那我碰到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的 公司的话 每年的话有一半的员工的话 都是会被换掉的话 那你怎么样来保证你能生产出更好的产品呢 当然的话 这个生产成本的话 现在也是在上升 但是主要的话 可能是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新的环境的一些法规 现在中国的法规呢 可能呢 逐步的实施 所以说这个环境的话 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怎么样让 在这个环境之下的话 怎么样 让客户的话能够取得成功 这些数字的话 我有点混淆了 还有两分钟 说下两分钟 我让给大家快速的讲一下 这呢也就是制造业 在中国发生的不断的变化 我觉得在这边 我想强调的几点最重要的 就是中国目前的情况 为了更好的在中国取得发展 我们必须要对供应商 有着更加深入的理解 这里呢 我给大家举三到四个例子 这是我们的一些做法 我们在管理层 与员工上 其实是有着交流的差异的 在中国特别的重要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更好的沟通的方法 来进行确定 我们也必须要确保 每天都向他们进行沟通 让他们是深刻的理解 我们每次如何去提升 每家工厂都可以去提升 与此之外 我们也必须看一下 如何能够更好的 去降低成本 这也是每个中国的工厂 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方法 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去改变自己的流程 然后带来提升 这才是真正我们要做的 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去降低成本 在我们的输入 到输出的过程当中 不管你卖的是 什么终端产品 还是终端的服务 它很多浪费呢 都是在过程当中产生的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去了解这些过程 以及问题的所在 下面呢 举一个例子 那就是我们这个染色工厂 在染色厂这边呢 是非常大的一些场合 都是输出外名员工 而这些颜色 它呢 是必须要挤到 我们的纺织品当中 才能够让颜色更加的稳固 我们就要在不同的颜色 这些罐子当中 不断地去改 不断地去换 每天又换很多次 不管怎么样呢 总会有这种颜色的残余的 在桶底下都会漏掉一些没有用的 很多情况下都直接就溶掉了 但是我们如何更好的进行混合呢 如果说你要把三十多个颜色混合在一起 你就倒什么呢 就是纯黑的这种水 所以说呢 你可以把这些混合的颜料继续地去使用 尽管呢 是看起来很小 很细节 但是却能够带来极大的成本上的减少 在这些做袜子的工厂 很多时候 他们对机器的调整 会让它生产更多 但是会造来废品的上升 我们在对机器的调整过程当中 就必须已经对它要进行管理 像包括在最右边的这样的图上 这个机器呢 生产的袜子 废品率会很高 这些废品呢 产生几率可以极大的进行减少 与此同时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宁波的工厂 我们明天也会过去 他们这边呢 是有空气压缩机的 还有一些气腔 就像这边所安装的一些设备 这些压缩器的气腔 是被压到机器上 如果说它的压力下降呢 这个工具也就压不上去 通过这种调整 能够让整个的加工过程 更加的迅速 但是如果你在整个这个系统上 是开一个洞的话 就能够让它一直地去进行 它可能会给你 天上额外的2万到3万欧元的成本 我们是做了什么呢 我们是安装了这样一个总控中心 它仅是在设备贴到物品上的时候 才会喷气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极大的节约一半以上的成本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种做法 这些呢 是一些调控的设备 在一些不同终端上的使用 这并不仅仅是最高科技的使用 你必须要改变 人们正常的一些使用习惯 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够激励他们去降低成本 如果你不把它进行更加视觉化的教育的话 没人会去愿意学习它 这呢 也是我们在内部的一些做法 在这些大型的项目当中 我们都采取了类似的一些流程 包括这边在德国的一些家庭 然后每年可以带来这么多的节省 好的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下面进入讨论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我也感谢您与分享 分享了我们这么多有用的东西 分享了一些您在内部的一些解决方案 并不仅仅是在硬件方面 在软件以及用户行为的改变 您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非常多的经验 为了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呢 我要邀请到我们的下一位讲者了 她是来自华为的Alan Alan在华为是负责企业社会责任 供应商的管理 这呢也是一个企业内部 直接接触CSR的一个负责部门 Alan在过去的10年当中呢 一直在华为工作 她一直呢是负责一些积极的CSR方面的一些提升 她也正在积极地对供应链部门进行管理 她呢也是审计了超过200人次 不同的供应商 也是非常棒的一位讲者 下面让我们欢迎 好的非常感谢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考虑到时间的问题呢 我就快速地过一下 这样我们留点时间给大家进行提问 大家谁没听过华为要举个手 基本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去华为的介绍呢 就很快地过一下 我们是非常大的一家公司 是中国的一家企业 我们是分成三个主要的部门 分别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 是我们整个的基站的建设 能够让你去打电话的 还有我们的消费产品 包括华为的一些最新的PC手机 然后我们还有企业的业务 企业的业务呢 是包括我们的路由器啊 这些是小设备 当然还有一些大型的会议系统等等 这是华为的营允收入 我们呢是450亿美元 这是今年差不多的一个预测 即便是在全球经济发展 稍微比较吃换的情况下 华为的增长呢 依旧能够实现13% 我们是有45个关键的合作伙伴 不管是手机还是其他的电脑等等 我们大概还有全球5万名的员工 我们在全球160个国家都有相关的一些业务 建立了16个全球的研发中心 这是我目前的情况 还在不断进行拓张 我们还是有28个联合创新中心 我们也是与高校 还有其他的总部进行合作 我们最近也是建立了14个地区总部 建立了相关的培训中心 我们也建立起了华为的企业大学 与此同时 我们还有大概超过10万名员工 是负责这方面的 所有的这些员工 其中一半都是负责安地的 都是我们的研发工程师 我们去年也是不断地加大我们的投资 去年我们是大概投入了300亿人民币 这大概是我们13%的收入 我们也是有了57个 我们的知识产权 大家如果说中国人只会超的话 就需要看看我们了 我们很多其他竞争伙伴 他们的专利数量跟我们是差不多的 我们通过这些收入 对于一个这样的公司来讲 做得已经非常好了 我们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不同的标准 我们也是加入到了不同的国际化标准组织 所有的这些机构 也能够帮助我们不断地去推动 进行这些标准的开发 还有演变 我们在全球的行业 也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在我们的移动网络下 我们也是在LTE 还有GSM上非常的强劲 我们在IP上也是排名前三的 我们其实是唯一一家IT类的公司 是在全部的三个业务领域都有所涉及 下面我再花个三四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放这样一个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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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视频我看过一百多遍了 但是还是非常喜欢 每次看它都觉得很激动 这个呢并不仅仅是一个去宣传业务的 它呢也是一个CSR的内容的一个推广 仅仅看一下这么多的机会 这么多人 仅有十亿人是有非常好的一些连接度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够接受到现代社会 现代科技的汇集 而我们呢是能够帮助他们去拓展他们的使用 拓展他们的网络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的机会 它能够让我们把那些还未被连接的设备 以及终端连接起来 我们的创始人 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景 大家可以到我们华为的官网上去看一下 我们想让人民的生活更加丰富 让大家的生活更加多彩 我们可以通过高科技来实现 这些呢都是可持续的 我们的董事会的主席 她呢是一位女性 不是男性 她是我们孙女士 她呢之前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环境下 没有可持续的发展 你的可持续性的业务 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简单 但是又充满活力 也是充满着意义所在 我们从高层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了解 遭可能了解之后呢 我们才能更好地去推进 他在公司全面的实行 这边是我们在供应链方面那些挑战的理解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之前也提到了 那就是透明性 信息的透明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 在我们的第一线的城市 与华为进行沟通的时候 再看一下我们其他竞争对手做了什么 他们选择了华为 来去做他们的一些拓展以及工作 现在呢我们的理解越来越深刻 我们在供应链的管理上 你深入的越广 你所需要的透明就越多 我们是有非常多的工具可以去使用的 但是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 现有的工具是否真的有效呢 个人看法呢 是没有有效 但是我们需要他们呢 还是需要的 我们也必须要找到更好的提升的空间 这些老方法尽管可能老了 但是并不记得他们就不好了 我们在整个华为的供应链 很多工具呢是都非常好的 有些人过来跟我说 Alan我们不需现在停止审计 但是我们如果停止审计的话 事情不会变好 而会变得越来越糟 我们现在要做的必须要持续下去 但是做的要更加的有效 同时要建立一个链化的方案 能够对它进行评估 同时呢 培训也是有非常的重要 我们必须要不断地扩大供应商的网络 我们现在做的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地获得报告 在我们需要数据的时候 随时能够拿到它 我不想去等你 我让人们都是随时地做好这些数据准备 人们要做好准备 随时向我们报告 很多人呢 他们只不过就是不说而已 但是他们做的事情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当中建立起一个信任 来实现这种供应 客户赢 我们赢 社会也赢 这呢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也是一个正确的结果 还有另外一些方法 如何把可持续发展 更好的去整合在我们的业务发展策略当中 我还是非常的可喜的 我在华为是工作了很久了 我们这边比如说 我可以在UTC这边 我呢是把它的名字改成华为 然后拿过来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了 他们可能说也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在CSR上面 我们的思维方式可能是很多都是非常接近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合在一起 真正的去把我们所知道的 整合在我们的商业策略当中 我们可能在质量上会有极大的提升 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有这么多的质量管理的一些协会 这样一些机构 现在呢已经消失了 这呢质量就已经成为业务发展的最基本的一个部分之一 我们也必须要通过这一点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是否能够得到高层的重视 更好的把CSR的策略 质量的策略放在商业发展的整体策略当中 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并不仅仅是让下面对你口是心非的说是 我们必须让这个成为一种文化 我们合作呢是另外一个要考虑的挑战 我们究竟要谁去合作 这究竟仅仅是对业务发展有用呢 还是还有其他的作用 在华为我们相信合作是必须要去做的 任何人都无法独立的完成所有的事情 我们也是坚信这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断的通过合作来去寻求新的一些机会 在我们电信行业更是如此 这也是我们面临着一些不争的事实 我们这边在审计的时候去做合作 大概有十个共同的运营商坐在一起 其中的一个呢去审计那个供应商 而审计的结果呢每个人都会收到 这呢可以降低我们重复的作用功 重复的去使用资源 不需要每个人都被审好几次 同时呢我们也会与所有价值链的一些合作伙伴进行合作 与他们进行携手 而把所有的这些合作 我们都会涵盖所有的相关方在内 在整个电信行业在内 我们是做非常多的一些信息的收集以及合作 即便于竞争对手 我们都是有合作的 我们甚至会思考一些跨部门的合作 我们都可以从其他行业收集更多的学习经验 我们也要找到更加协调的方法 来去平衡相关方的自己的一些追求 还有愿望 我觉得很多情况下 把所有的相关方的利益都满足 这是很困难的 但是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协调一下各自的看法 只要我们的终端的要求是一致的 那么这些问题都能够到刚好的解决 每一个利益相关方都有一些共同之处 然后还有些不同的一些要求 在每天在华为 我们都会去关注供应商 供应商 雇员 NGO 政府 还有其他的一些协会 包括这些学术界 工业的协议会 以及投资者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做的 我们也必须要与他们进行更好的共同 了解他们的需求 我们与政府的合作非常的谨慎 也是非常多 因为他们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 就像深圳政府更是如此 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去判断 我们自身的定位还有角色 更好的建议起一个废物的管理系统 更好的去降低废弃的排放等等 而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政府可以给你最高30%的反税以及补偿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 看一下我们现在一些计划 看一下我们的投资回报率 很多时候它的表面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是如果说你能从政府这边 拿个30%的话 那么基本上这个决定就很容易做了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Alan的介绍 也是非常用门分享那个视频 也是都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了 华为目前的一些做法 CSR能够对公司 对社会都带来更好的价值 也能够带来公司的可视区发展 这些都是非常的关键 这也是公司商业策略当中 必须要涵盖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也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一些主题 我这里也是总结了一些要点 我也希望与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分享 剩下的时间我们就要给大家进行提问了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请举手试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在透明绿色发展合作 战略制定 商业制定 消费者教育 培训 市场营销方面 大家都可以进行发问 Alan也是谈到了公司内部的一些策略问题 我们如何更好的 去让高层认识老师压下的重要性 现在呢 是时间交给大家 你刚才的话讲的话 你们是推动了这样的一些信息的公开 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现在中国的话 这个信息公开的话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是不是说 对所有人都会开放呢 比如说你郭伯伯 你讲过说 那个有一个这个企业公开的这个指数 你能不能再讲一讲这方面的内容 好 谢谢您的问题 那这个信息公开呢 可能一直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特别是 讲到说 如果说政府呢 是否披露了足够的信息 还说这个信息的质量的话 是否能够保持一致性 那我们和不同的这个相关者的话 谈的时候 我们都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 收集的话都是和这个环境相关的这个信息 在过去的八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那我们第一印象就是说 那对于这个信息的披露的话 实际上是已经有了很好的改善 那我可以给你们一些检查的数字 我们刚开始在二零六年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只能收集 只能收集到这个两千六百条的这个 记录是由这个当地的这个环境局所提供的 现在的话我们可以收集 两万多条的这个记录 那也就是说原来的这个十倍左右 那至于这些信息的质量呢 因为呢 现在披露的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也可以更好的 看到它的这个一致性 如果说我们看到一家工厂 已经披露了他们的这个排放的这个数据 而且是过去几年的话都是 披露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发现 值得某一年的话 可能是数字比较奇怪 那我们就会查一下 到底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是不是有做了一些改变 然后造成了这些数字呢 有不同 还是说这个数字有不对的地方 那如果说有了这样的一些信息呢 那另外一方面对于公共来说的话 怎么来共同的来利用这些数据 过去呢 政府 以 批证这个信息的话 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 他们未必的话 相互之间是有分享这些数据 但是 这对他们来说的话 并不是最好的来获得 和比较兴趣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我们把这些数据的话 放在一个中心化的一个数据库里面 那现在的话 因为现在的话是移动的时代 那我们现在的话 也是能够有一些这个实时的数据 还能够放到这个手机的APP上面 那这样的话 公众的话 其实每个小时 他都能够收到一些实时的数据 而且是通过手机就能够获取 那Allen可能还有其他要说的 那这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呢 那我们这个 信息公开的话 不是说这个请上添花 而是说必须要做得多事情 当然的话 我们的要求的话也是比较 那我们需要这个主动的来提供数据 但是呢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如果说你不公开的话 有可能的话 是你并没有做 那这样的话 可能就是有很大的风险 那可能最近呢 华为呢 有人讲说 华为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公司 但是我们说我们不是的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公开了 包括我们的 那我们原来的这些投资人 有些人的话 他可能不说英文 但一开始他觉得说 这没有这个必要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但是现在呢 哪怕是最大的老板 他也是变得更加的开放 那现在这个 我们也是跟很多的这个NGO啊 还有客户的也去谈过 那有时候因为是我们不讲 当然你们不知道 那可能就会更加的 有多的猜疑 如果说我们保持 这个 如果说能信息开放的话 哪怕你有一些负面的东西的话 有没有还是会有更加积极的看法 我是要再补充一下吗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可持续发展性的报告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 一方面的话是内部 还有个是利益相关方的方面 我们要更好地来定义你的一些材料 现在可能在中国的话 这方面还不是那么先进 但是我也看到他们已经有开始做 那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报告 主要的话是他们怎么样让这个利益相关方的话 能够参与进来 怎么样进行对话 那当然的话也是会有一些文化的差别 那你首先的话 你要对这些材料的话 可能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之后 然后可能进行讨论 那这样的话才能实现这个信息的公开 那我们其实应该说信息开放呢 那在内部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的时候 你创造这些报告的时候 可能会让你在内部了解 它对公司来说有多重要 对于这个决策者 他如果看到这些流程 能够看到这个企业的话 也是以正确的方向在发展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你们的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 看来讲得非常清楚了 但是我有个问题 其实呢 我是非常的好奇 我们的这个嘉宾呢 是怎么来看 在这些这个供应链 以及其他业务的这个 可持续发展的这些行动 怎么样把它变成这个商业价值 特别是呢 特别是他刚才讲到了 要利用这些 那个竞争的优势 你在和你的这个 企业客户合作的时候 你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 我刚才的话 已经有讲到说 如果说你要让这些公司的 改变的话 你要看 让他们看到一些 能够获得一些实际的好处 比如说他们这个投资的回报 那他们当然是愿意来进行改变的 那除了这些硬件的改变 或者是降低成本 节省材料 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处 对于这个最终用户有没有什么好处 那怎么样来理解 那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所有这些的话都是为了业务 那我们的客户对我们也是非常的明确 如果说是能够有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行为 那他们会给我们 反馈给我们更多的业务 那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供应商同样的东西 那实际上 Gubebay的话 他也那个9月份也参加了我们 我们的这个 供应商的会议 那我们 给供应商的这个信息的话也是一样 那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这个客户和我们的供应商的话 在一个房间里 他们从我们的这个客户那边听到 如果说华为做得好的话 能够有更多的业务 那供应商的话 如果你做得好 当然你也能够拿到更多的业务 那我们也是把这个信息的话 传递给我们的供应商和我们的这个客户 同时的话 我们也告诉他们 我们的产品的话是非常 有着非常高的能源效率 那我们可以取代一些 很多一些其他的这个 这个全球的企业 比如说像爱立信 还有一些 所以说这真的是能够转换为业务的 好 谢谢 我非常同意爱立信 刚才所说的 对于要解决供应链上的问题呢 因为是非常复杂的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更多的投资和承诺 那我们需要大家提心协力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 因为那我几周之前的话 在上海也参加了一个多 第一双相关方的这个会议 那也就是说零排放的这个化学 油害的化学物质 当时的话是也是一个防制品的 这个一个品牌的话 他也是组织上的这个会议 他实际上希望能够在他的供应链里面 保证在这个供应链的话 都没有这些有害的化学物质的这个排放 从这个他的品牌到他的这个制造厂 到这个应链厂 还有所有的这个测试机构 另外的话还有这个政府和非政府机构 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复杂 所以说它是要求利益相关方法 都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 然后的话才能够有一个解决办法 那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能够尽可能地消除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至少的话我们能够禁用其中一些化学原料 那这种做法的话 也可能推动他们在技术上有所创新 如果说没有这样这种利益相关方的一个共同的参与呢 那我们可能在这个上游的话 可能很难明白说 它这又是一些什么的需求 然后未来的趋势又是怎么样的 怎么样来推动他们未来的发展 当然的话信息公开呢 也是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那让我们认识到真正的问题 有的时候不只是说能够打造这样的一个平台 而是说那些做得比较好的人 应该是得到奖励和认可 那这样他们才会有一个长期的动力来继续做下去 好 非常感谢 通过你们的这个演讲 你们一直在讲合作和参与 当然的话在这个更为复杂的商业环境之下 有的时候不只是在你的行业之内 可能跨行业的合作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的 跟我们的这个在座的这个嘉宾可以分享的 跨行业的合作 其实的话我们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和这个利益相关方一起和来合作 同时的话也和很多的机构一起合作 那我讲过我们要和这个学术界的话 也要紧密地合作 因为现在的话我们的客户的理解了 那个消费者我们也可以理解 但是为什么要和学术界呢 那因为的话他们能够告诉我们未来的这个趋势 另外的话也可以利用他们的一些这个研究的数据 这些研究数据的话也可以为一些NGO所用 那我也是和德国的这个红堡大学合作 还有墨尔本的这个大学 那他们的话因为我们是一个全球的品牌 那我们也是让他们知道说作为一个中国企业也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那现在的话我们从一个比较小的企业的话 现在发展一个全球性的企业 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信息公开呢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其他人的话也能够像我们一样去做 所以说我们需要这个学术界或者是说政府的话都能够参与 我们要想想到底你的这个利益 主要的利益是相关方式是谁 你能够给他们什么 好非常感谢 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有点超了 那我想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 那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那我们一起为他们鼓个掌 谢谢